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霍金椅子上的宇宙漫游 2.迪卡尔的梦中机器人启示 3.牛顿的炼金术与黄金梦 魅魔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霍金椅子上的宇宙漫游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这位宇宙之旅的传奇导游 斯蒂芬 霍金 霍金 这个玩笑怎么样 在他的电动轮椅上 不仅在地球上畅游 而且在他的思想中穿越了整个宇宙 他的轮椅并不是普通的作家 而是他探索宇宙奥秘的时间机器和太空船 霍金教授 这位现代牛顿 虽然被剑动证束缚在轮椅上 但他的大脑却自由地在宇宙间飞翔 他的黑洞理论和时间简矢 让我们这些凡人得以一窥宇宙的深邃与奥秘 他的思想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就像他的轮椅一样 成为了科学探索的象征 有趣的是 霍金教授不仅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 还是一位文化图标 他在《辛普森》一家 《星际迷航》和《生活大爆炸》等流行文化作品中客串 展示了他幽默的一面 他甚至在零重力飞机上体验了失重的快感 可以说是在地球的引力束缚下体验了一把宇宙漫游 霍金的幽默感也体现在他对自己的看法上 他曾经说过 他的智商是无法测量的 因为有人会失望 他还开玩笑说 他的著名公式 即霍金辐射的发现 是他最性感的成就 但让我们不要忘记 霍金教授的工作远不止于此 他的研究推动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特别是关于黑洞和大爆炸的知识 他的书籍 尤其是 时间简史 以前显易懂的方式 向公众解释了复杂的宇宙学概念 让普通人也能够理解宇宙的奇妙 在霍金椅子上的宇宙漫游 不仅是一次思想上的冒险 也是对人类精神的一次挑战 他教会了我们 无论身体条件如何 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无限的好奇心 我们都能够探索宇宙的最深处 他的遗产将继续激励着未来的宇宙旅行者 无论他们是坐在轮椅上 还是驾驶着星际飞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笛卡尔的梦中机器人启示 好吧 同学们 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那位著名的法国哲学家 数学家 也是现代哲学之父 笛卡尔 和他那个可能会让你们惊讶的梦中 机器人启示 首先 让我们回到17世纪 那个没有智能手机 没有互联网 甚至没有电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 笛卡尔不仅在数学上开创了坐标系 还在哲学上提出了 我思故我在的名言 但今天我们不聊这些 我们要聊的是笛卡尔对机器人的想象 据说 笛卡尔有一次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一个自动机器人 他能够模仿人类的行为 这个梦启发了笛卡尔 他开始思考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动物就像是复杂的机器 它们的行为 可以通过物理过程来解释 而人类虽然也有机械的身体 但却拥有灵魂 这是区分人和机器的关键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笛卡尔真的能看到 今天的机器人 他可能会大吃一惊 然后自豪地说 看吧 我早就说过 机器人是有可能的 然后 他可能会拿起一部智能手机 开始跟Siri或者Alexa 讨论哲学问题 比如 嘿 Siri 你认为我存在吗 而Siri可能会回答 我不确定 但我知道你需要充电了 但回到正题 笛卡尔的这个梦中 启示其实预示了后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他们开始构建能够模仿人类行为的机器 笛卡尔可能没有想到 他的梦境中的机器人 会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个机器人 或者跟你的虚拟助手对话时 不妨想一想 这些现代奇迹的一小部分灵感 可能就来自于几个世纪前 一个哲学家的奇异梦境 而且 如果你的机器人开始跟你讨论它 是否存在 那么 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开始担心了 不是担心机器人 而是担心 你自己的哲学水平 是否能跟上机器人的步伐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牛顿的炼金术与黄金梦 啊 埃萨克牛顿 科学史上的巨人 万有引力的发现者 微积分的共同创立者 光学的先驱 还有一位炼金术士 没错 这位科学界的摇滚明星 也曾经沉迷于炼金术的神秘世界 试图揭开物质转化的秘密 尤其是将普通金属转化为黄金的梦想 首先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7世纪的英国 那时候的科学 还没有完全脱离神秘主义的影响 炼金术是一门古老的实践 它结合了化学 物理学 哲学 占星术和神秘学 炼金术士们相信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和仪式 可以制造出一种名为点金石的物质 据说它能将千或其他基础金属转化为黄金 牛顿 这位理性的化身 竟然也对这种伪科学着迷不已 他的炼金术研究是如此秘密 以至于直到他去世后很久 这部分工作才为世人所知 想象一下 这位科学巨匠 在他的实验室里 穿着长袍 围着炼金术的炉子 念念有词 就像是从哈利波特里走出来的角色一样 牛顿的笔记中 充满了神秘的符号和复杂的配方 他试图解码古代文献中的秘密 以找到制造黄金的方法 他甚至还研究了古代文本 如《赫尔默斯的义》和《图拉针的手稿》 希望从中找到点金石的秘密 但是 别忘了 牛顿是个科学家 他的炼金术实践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事实上 他的炼金术研究 可能帮助他发展了对物质的理解 这对他后来的科学工作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例如 他在炼金术中 对金属的性质进行的研究 可能促进了他对化学反应的理解 尽管牛顿的黄金梦从未实现 但他在炼金术上的努力 并非一无是处 他的失败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头脑 也可能被神秘主义所迷惑 但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 和对知识的渴望 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币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牛顿成功了 我们现在可能都在用牛顿排点金石 来解决经济危机了 不过 幸运的是 牛顿留给我们的遗产 远比一块神秘的石头要宝贵得多 他的科学法则和数学原理 至今仍是我们理解宇宙的基石 嗯 这也许就是他真正的点金术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聊了三位科学界的传奇人物 斯蒂芬 霍金 笛卡尔和爱萨克 牛顿 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和趣味的一面 首先是霍金教授 虽然被剑动症困扰 但他的思想却能自由地在宇宙间飞翔 他的黑洞理论和时间简史 让我们对宇宙的深邃有了更多了解 而他的幽默感和在流行文化中的亮相 也使他成为了一位文化图标 接下来是笛卡尔 这位现代哲学之父 也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梦境 机器人的梦中启示 虽然他的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有些幼稚 但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发展产生了影响 最后是牛顿 这位科学史上的巨人 竟然也是个炼金术士 他的炼金术研究虽然没有成功 但对他后来的科学工作有着一定的影响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 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也可能受到神秘主义的迷惑 但这种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知识的渴望 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总的来说 这三位科学家都展示了他们的幽默感和人性的一面 他们的工作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思考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 无论身处何种困境 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和坚定的意志 就能够探索和理解宇宙的奥秘 好了 现在是时候听听你们的想法了 你对这些科学家的故事有什么看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 让我们来一起探索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